在我们关注国际各大报的新闻焦点 先来看的是纽约时报 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之后 得到的可不只是领土 还有克里米亚他领海里的资源 包括了石油还有天然气 其实在两年前 俄国就已经在和乌克兰协商 相关海域的主权分配 但是没有得到乌克兰的同意 那如今克里米亚被吞并 乌克兰不但无力招架 俄国的压力也丧失了在黑海的开发权 再来我们看到国际纽约时报 这个中国大陆今年的军事预算总额 是要升世界第二 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他最近打算要重新规划军事分配 来加强海空两军的军事力量 那之所以这么做呢 外界认为是要跟日本抗衡 因为日本正在打算要扩大集体自卫权 所以我们来看的是华盛顿邮报 在美国东北的新英格兰呢 一位政府官员 他与待种族歧视的谈论黑人总统欧巴马 而且还不愿意道歉 这引起了一阵渲染大波 他让最近呢 美国种族歧视的案例又一再地传出 美国司法部长因此就表示 将会更努力地把美国打造成一个种族平等的国家 在美国的新英格兰论黑人总统欧巴马 不愿意道歧视的谈论黑人总统欧巴马